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即将播出 2010年10月7日,星期四 这一天是李兰月18岁的生日 在一家曼瑶巴里 几位好朋友为他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命的生日晚见 对于李兰月来说 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为隆重的一次生日聚会 也是他即将步入成年人掌心的一天 然而此时此刻 沉浸在快乐中的李兰月 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竟然是他这一生最后的一次生日 因为一周之后,也就是10月14日夜晚 警方在一间出租屋里发现了李兰月和他女友的尸体 那么,两名女孩究竟是被何人所杀 死者与几手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 那场貌似温馨 隆重的生日的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2010年10月14日夜晚 家住云南玉西市红塔区大场景的长毛 在经过三楼楼道时 突然一股令他难以忍受的臭味扑鼻而来 经过仔细寻找 他发现这股臭味是从这三楼的一间出租屋内散发出来的 此时,长毛感到这怪异的气味来得蹊跷 心想,这家人不会出了什么事情吧 随后,长毛便敲了几下这家的房门 但屋内并没有人应答 于是,坦特不安的长毛 立即向这间出租屋隔壁的女房客打听情况 据这位女房客反映 最近一段时间 他也没有看见过租住在这个房间里的女孩 尤其是让他感到奇怪的是 女孩的衣服怎么会在公共卫生间里 浸泡了一星期了 也不去涮洗 而当长毛不经意低头的一瞬间 竟然看到门槛地面处 有流淌的血迹 他在吃惊的同时不由地猜想 莫非这家人真的遭遇到了什么不测 于是,长毛立即向警方报了警 云南玉西市公安局从塔分局接到报案后 迅速组织民警赶到了案发现场 围绕了房间的卧室那个床的周围 有那种大量的擦拭过的东西 经过技术人员初步看场 房间内的衣柜和电视柜的抽屉 都有被弯动过的痕迹 此时警方的眼前掠过一次不祥的遗云 从房间被人翻动过的迹象表明 一定有外人进入室内 实施了盗窃或者抢劫 而地面上大量的踏势状的血迹 又说明 这家主人很可能已经遭遇到了不测 但是让在场的民警们疑惑的是 现场并没有发现死者的尸体 难道凶手已经将尸体转移了 当务之急 民警决定再一次对房间进行仔细搜查 而当大家将床垫和床板掀开时 眼前的一幕让所有在场的人员都瞠目结舌 床垫 床板 抬开以后 就发现了两具高度腐败的灵士 通过尸体发现两名死者身上多处刀伤 这说明两名死者是被他人用刀杀害的 经过法医初步检验 两名女孩的死亡时间应该在一周前 也就是10月7日那一天 那么究竟是何人如此凶残 要将两名女孩置于死地 死者与凶手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怨仇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通过现场勘查 民警从其中一名死者身上 发现了一张身份证 那么这张身份证会是死者本人的吗 三害旦的名字叫曹思梅 但是由于尸体高度腐败 我们还不难确定死者就是曹思梅 但是无论如何 他们觉得至少可以从这张身份证上的信息 找到突破口 查识这两名死者的真实身份 根据房东反应还有住户反应 住在房子住在那个房间里面住的 只有超车一个 那个里面都不清楚 没有人见过他领过的谁来过 怎么会两个人突然是在传递中 第二天一早 民警通过在案发现场 一名女孩尸体上获得的这张身份证上的信息 终于有了新的发现 根据这张身份证上的信息 我们找到了曹思梅的父母 通过第一名比对确定 各自高一点死者 就是这张身份证上显示的曹思梅 至此两名死者中的一人可以确定 就是三个月前刚刚租下这间出租房的曹思梅 但是另外一名死者究竟是谁 他与曹思梅是什么关系 警方暂时还无法确认 我们立即围绕 曹思梅的社会关系和三前的活动轨迹 展开了调查 就在发现尸体的第二天上午 距离案发现场不到百米的一家发廊的老板娘 向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根据发廊老板娘夫妻两个反应 10月7日中午的时候 曹思梅曾经带了一个讲普通话的 自称是广东人的男子 来到过他的发廊那边做头发 据这名老板娘回忆 曹思梅生前经常到他的发廊做发型 因此他跟曹思梅比较熟悉 但是上次跟随曹思梅一起来做发型的 那名自称是广东人的男子 他却从来没有见过面 于是当时他便特别留意了一下 他还问一下曹思梅这人是谁 曹思梅就跟他说是 他刚刚才认识的朋友 在与这名男子闲聊的过程中 老板娘得知 这个和曹思梅相识不久的男子 在昆明做沙发生意 这几天是来玉西游玩的 做完发型后 曹思梅就领着那名男子 离开了这间发廊 向对面的一家网吧走去 这老板娘她是比较流行 她就看了一下他们走到哪里去了 她的这个发廊 谁对面 五六十米的地方是个网吧 她看了一下 现在两个人进去 根据发廊老板娘提供的 这一重要线索 民警们马上将目标 聚集在了发廊对面的这家网吧 迅速展开调查 调起了10月7日下午的这个时段 所有上网人员登记记录 查到了曹思梅确实在那里面上过网 民警向这家网吧的网管了解后得知 10月7日下午4点钟左右 曹思梅确实来网吧上过网 当时跟她一起登记上网的 还有另外两个人 天道抽筋很巧 其中一个女的就正在那里面上网 我们当时就找到了那个女的 这女的叫杨玲 旁边特决我们感受了 家是她的朋友 然后那个男的还是妈风气呢 那个男的是个家普通话呢 高高呢 我们就聊了 家的还是妈陶约的 旁边我们就一起傻的 一起玩玩游戏啊 聊聊天啊 民警找到了当初 同曹思梅一起上网的女孩杨玲 通过其对尸体进行辨认 证实了另一名被害女子 名叫李兰月 杨玲说她们是朋友 并且在10月7日 刚刚给李兰月 过完18岁的生日 那么李兰月 为什么会盘子 在曹思梅租下的这间房屋 又是谁制造了这起 害人听闻的血案 虽然查出了两名女孩的确切身份 但让民警疑惑的是 李兰月为什么会惨死在 曹思梅租下的这间出租房内 她和曹思梅之间 又是什么关系呢 据杨玲说 她和李兰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她是在10月7日 李兰月生日聚会上 才认识的曹思梅 至于李兰月与曹思梅 又是怎么相识的 她并不清楚 据杨玲回忆 10月7日那天晚上 是她的女友李兰月过生日 生日聚会上 总共来了七个人 为李兰月庆贺生日 其中有三个女孩 即杨林 曹思梅和小娜 另外还有四名男子 也就是李兰月的两名男友 以及曹思梅带来的 另外两名男子 生日晚宴结束 夜意很深 于是匆匆告别了女友之后 杨林便独自回家 杨林便独自回家 大航把爷们 他们又提出来 家里要去其他地方玩 我想他们太晚了 我就不下课了 我觉得他们 就找了个理由家 我一死我就卸回去了 那么他们就走的了 还没他们看到的 我也忍不得了 而李兰月和曹思梅 随后就跟着那两名男子走了 至于他们还要到哪里去 去做什么 杨林就不得而知 从离开了以后 小娜 以及曹思梅的一些朋友 就再也没有见到我 曹思梅 而且在打电话 也不难打通 之后就没见过 一个多星期都没见过 在连续多日 打听李兰月和曹思梅下落 没有结果的情况下 杨林并没有及时报案 他认为 李兰月和曹思梅 也都是成年人了 或许 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便也没有多想什么 直到一周后 杨林在接受警方调查时 他才得知 自己的女友李兰月和曹思梅 已经遭遇不测 面对突发惨案 杨林怎么也无法接受 眼前的事实 那么 在生日晚宴之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两名女孩被害 是否与当晚 带他们走在 那两名男子有关联 生日聚会上 陶思梅带来参加 李兰月生日的 那两名男子 究竟是什么人 他们与曹思梅 又是什么关系 是否是他们 杀害了这两名女孩呢 最后 民警又通过杨林 找到了10月7日障板 也参加了 历来月生日聚会的 另外一名女孩小娜 她是曹思梅的好友 也许从她那里 警方可以得到 关于曹思梅认识的 那名男子更多的信息 从中寻找 案件侦破的突破口 据小娜说 那两名男子 并不是曹思梅先认识的 而是小娜自己 在10月5日的晚上 在一家酒吧里玩的时候 那两名男子 主动邀请她一起喝酒 这样 大家从此就相识了 到了第二天 下午的时候 小娜接到 那个广东人打了电话 说是邀请她下午吃 一起吃饱饭 但是小娜呢 也同意了 尽管爽快地答应了 那名高个子男子的邀请 但是小娜考虑到 自己毕竟是 头一天晚上 她与她相识的 也不太了解对方 于是考虑再三 小娜就开始邀请 她的其他几个朋友 一同赴约 但是没想到 这几个朋友 都已有事在身推辞 而此时的小娜 就想到了 她的同乡曹世梅 就打电话的时候 女朋友叫她 有一天去吃饭 往她去不去 曹世梅就寻考 她自己答应 回一起去吃饭 就这样 10月6日的傍晚 小娜和曹世梅 应那个高个子男子的邀请 一起来到了一家餐馆 通过小娜的介绍 这个大个子男人 也染食了曹世梅 就在这次吃饭聊天的过程中 曹世梅认识了 这两名原本陌生的男子 并且第二天 也就是10月7日的晚上 曹世梅就邀请这两名 刚刚认识的男子 参加了李兰月的生日聚会 但是当警方向参加 当晚生日聚会的人员 了解情况时 却发现在场的人员 对跟随曹世梅一起来的 那两名男子 根本就不知情 也不知道那两名男子 姓甚名谁 为了了解那两名男子的更多信息 民警再一次找到了杨林 而这一次 杨林又给警方提供了 更为重要的一条信息 当天参加生日聚会后 带走曹世梅和李兰月的 两个男子中的一个高个子男子 就是10月7日下午 与曹世梅一起去发廊对面 网发上网的那个人 这一信息对于警方来说 无疑成为了 侦破这起命案的 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于是民警又返回那家发廊 进一步了解情况 从过发廊老板娘的反应 他曾经在11.7年中 中午大哥可能买入一枚戒指 给曹世梅 发廊老板娘那里 也是比较细心的 他就问了多少钱买 他说说774块钱 但是老板娘还问了一下 曹世梅这戒指在哪里买 曹世梅也跟他说了 在南门街的张王府珠宝店买 一个尴尬认识的男子 为什么要买如此贵重的金戒指 送给曹世梅 这个奇怪的举动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目的 带着疑问 民警立即来到了 发廊老板娘所提供的 那家珠宝店了解情况 我们通过对珠宝店老板 和服务员的行问 得知在10月7日的下午 确实有一个 说着普通话的高个子男人 带着一个小姑娘 到他们进店买过一枚戒指 最后民警在调取的银行刷卡 存根单据上发现了给曹世梅买戒指的高个子男子的签名 当时看到这个红杆里面 看到那个账号 看到全民的影响 但是心里面还是确实 一个小小的惊喜 紧接着 警方调取了这张银行卡的消费信息 发现事发当天 在红卡区凤凰路的匹克专卖店内 这张卡也有过消费记录 我们急事的调取了这家装卖店的监控录像 查到了当天下午 117下午 大个子 小个子 还有曹思美 曾经来到过这家店里面 购买过衣服 民警对刷卡的卡号进行查证以后发现 登记的户主名称就是叫隐喻房 民警立即将隐喻王这个名字 输入人口查询系统 进行查询比对 然而查询结果却让民警大失所谎 我们把隐喻王的照片 拿给小娜和她的朋友看过后 他们经过辨认 确认了照片上的这个人 不是他们所认识的那个大个子男人 我们当时怀疑 他是冒用了别人的身份 冒用了别人的信息 最后在这家曼窑吧出入口的监控录像里 警方发现了那两名男子的身影 就在10月8日当天凌晨0点40分 曹思美和李兰月 从这家曼窑吧出来以后 这两名男子也紧跟着走了出来 这一次他们留下了惊喜的影像 经过辨认 这名光着膀子 穿着黑色长裤的高个儿男子 就是所谓的广东人 在高个子男子背后 穿着短袖T恤的另一名陌生男子 就是那个矮个子男子 结合两个监控录像 我们初步的确定了大个子的身高 体型和年龄段 但是这个人究竟是谁 他是哪里的人 他到底是干什么 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无所知 两名女孩遇害前 这一高一矮的两名男子 频繁与受害人接触 案发后却突然消失 如此怪异的举动和冒充的身份 使得民警在多方分析后更加坚信 这两名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是警方增派大量警力 从各个方面搜集两人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 很快侦查处的民警在走访中 一名经常在较广场一带拉克的出租车司机 向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他在10月8号临餐的时候 在大厂级附近捷克的时候 有一高一矮的两名男子打他的囚禁车 但是拎了个包 神经比较慌张 上车以后呢 他说不出来他们要到的地方 只能是说到 相应验对面 旅舍比较多的那里下车 最终他们在红塔区菜园街路口附近下车 红塔区的菜园街附近小旅馆比较多 而且离玉席中心客运站较近 况且凌晨三点多 根本没有长途汽车开往外地 据此警方分析 两名男子极有可能会在这一区的旅馆 进行住宿登记 于是警方根据入住时间和登记的信息 对入住在附近旅店的人员信息 进行了筛查 最后呢 在一家叫人和旅厕的旅馆里面 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地方 10月8日凌晨 两点多钟上 但是那个服务员呢 站要关门 就有人来敲门 所以我回来住宿 经过查询后发现 一名叫徐志林的男子 两天前就登记入住到了 太原街附近的这家旅社 而就在10月8日凌晨的3点半左右 他又带来了一名高个子男子 与他同住在301房间里 到了第二天早上 天刚刚亮 两个月匆匆退房 就走掉了 据旅社老板回忆 两个人的体型及面部特征 与警方事先获取的 视频监控上的这两名男子 十分相像 根据这家旅社登记的旅客信息 警方很快查找到了 名叫徐志林的男子的身份信息 随后 民警又将获取到的徐志林照片 让几名曾经在李兰月生日聚会上 见过这一高一矮男子的人员 进行辩证 他们几乎依靠同参的说 这个人就是那个小个子 经过辨认 这名自称云南昭同仁的矮个子男子 实际是徐静氏卢平县人 今年刚满18岁 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 民警终于锁定了两名嫌疑人中的矮个子男子徐志林 他们随即在全省范围内发出了协查通报 与此同时 刑侦大队派出侦查组 前往徐志林的老家 屈静罗平县进行调查 实际这个人呢 从小就在外面打工 从小就在外面打工 跟家里面的关系不是很好 平时也很不常回家 10月15日 专案组获取徐志林 已经从贵州返回屈静罗平的重要线索后 行政大队长屈少棠 迅速带领民警赶赴屈静 在逝举行动技术支队 以及屈静罗平警方的大力协助下 将犯罪嫌疑人屈静罗平成功抓获 找到小个子习志林之后 我们对其进行审讯 其交代了伙同大个子 在驱逐房内 抢劫杀害两名女子的犯罪事实 但是在对徐志林的审讯中 当民警询问徐志林 与他一起作案的同伙的情况时 他却对那个高个子男子 是一无所知 大个子是什么人 他是哪里的人 叫什么名字 他都不知道 都不清楚 徐志林也仅仅知道 与其共同作案的犯罪嫌疑人 叫尹玉王 他平时就叫他阿明或高个子 此时前往大理调查 尹玉王身份的民警传来消息 大理云隆县的尹玉王 无论从身高 脸型都与监控录像 以及当晚参加生日聚会的 所有人描述的大乡径庭 也就是说 那名高个子男子 根本不叫尹玉王 而是其冒用了尹玉王的身份信息 而据徐志林交代 10月8日凌晨 他们杀害曹世梅和李兰月 两名女孩之后 两人便打车离开了现场 他们在红塔区菜园街路口附近的 一家旅社住了几个小时 天亮后 又急匆匆的离开了玉西 逃往贵阳进行藏匿 10月14日 让徐志林没有想到的是 一直以来 这个像大哥一样 照顾自己的高个子 却在这天下午 与自己不辞而别 从此已要无音信 无奈这下 徐志林于10月15日 又独自返回了老家 驱进罗平县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刚一到罗平 就被警方抓获 故意案 你是我们围绕着 大哥子 所能知道他的一切情况 他将来调查 10月16日 负责到银行查询的民警 反馈一条信息 尹玉王所持有的银行卡 在10月8日凌晨3点多 在轰塔区菜园街的 一家农行的自动取款机上 取过钱 银行监控画面显示 在事发当天凌晨的3点06分 一名身穿运动衣的男子 走进了银行 经过徐志林辨认 这名抽着烟 身穿身色运动服的男子 就是高个子男子 徐志林在供述中 向我们提供了两年轻 他和大个子一起 在灰明的一个沙发场里面打过工 干击质疑信息 我们安排了一组民警 到灰明进行调查 警方在对这家沙发场调查后得知 10月5日那天 不知什么原因 他就突然离开了沙发场 之后一直没有回来 老板打电话给他联系 也打不通 一直不知道他是哪里行 工厂的老板和工人 以及所有认识他的人 都只知道他叫隐喻王 随后 当沙发场老板向警方 提供了这个高个子的 一个临时住处时 案件突然出现了转机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民警终于捕捉到了 一个意外的线索 通过秘密的搜查 在出租屋里面 我们搜查到了一部很旧的手机 经过这个手机秘密检查后 在其中发现了一条短信 通过对手机信息分析 利用人口信息系统查询 比对视频截图 专案组终于查询了高个子的真实身份 确实苏信明 化名隐喻王 外号高个子 阿明 生于1983年10月10日 初中文化 家住贵州省 郭云市平安镇 确定大个子 就是苏信明以后 我们要查询 我们要查询 苏信明是否有前途 通过将苏信明的删犯信息 放到逃犯网里面进行查询 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 他是2008年 海南一起杀人案的再逃犯 获得这个信息 真的可以说是让我们大吃一惊 我们当时分析判断 苏信明这个人 很可能还会返回他的住处 对此我们及时进行的布控 10月22日下午 警方终于将检讨多日 回家收拾行李的犯罪嫌疑人 苏信明 成功抓获 玉西红塔区1014 抢劫杀人案 成功告获 同时带过海南省海口市 2008-1103 故意杀人案 苏信明这个人 在08年 10月3号 在海南杀人以后 逃到了英南 一直冒用尹一王这个人 身份 在昆明打工 据犯罪嫌疑人苏信明交代 就是在这家沙发厂 认识了徐志林 两人除了上班 其他时间无所适事 那段时间两个人天天在一起 在一起吃喝玩乐 于是在苏信明的提议下 两人预谋到玉西 以结交朋友的名义 抢劫女孩的钱财 10月5日 两人来到玉西 晚上两人到天籁村 麦瑶八 一边喝酒 一边寻找目标 之后 阴玉王就叫了一个 名叫小娜的女子 一起喝酒 第二天 阴玉王打电话给小娜 邀约一起吃晚饭 当晚 小娜就带着曹世梅 一起来吃饭 苏信明就这样 通过小娜 认识了受害人曹世梅 为了取得陶世梅的信任 阴玉王还买了一枚 七百多元的黄金戒指 送给了陶世梅 并且一起去给她的女朋友 李兰月 庆祝生日 10月8日 凌晨一点多 李兰月生日聚会结束后 受害人陶世梅就邀请 苏信明和徐志林 到自己在大长期的 出租房聊天 同时 顺便也叫上了 刚刚过完了生日的李兰月 在酒吧外面的时候呢 苏信明就对习近说 他看见 曹世梅身上 抓了那么好的钱 但是还比一下给他看 说待会儿一起抢着人 当四人刚一走进 曹世梅的出租房后 抢前心切的苏信明和徐志林 便将两名女孩杀害 随后他们拿走了 他们身上携带的现金 以及曹世梅的银行卡 一部手机 手上戴着的金戒指 并将两具尸体 移到床下藏匿后 逃离现场 这个案件的背景呢 就在于两名被害人呢 对新认识的朋友呢 没有任何方法执行 以至于在案发当天 还把两名嫌疑人 带到他们的住处 去寄住 这就给两名放置嫌疑人 提供了可乘知情 在此提醒广大青年朋友 在以陌生人交往过程当中 要有防控意识 要学会保护自己 以免受到不法的侵害 出涉社会的年轻女孩 难免会被一些 绚烂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但无论怎样 一定要具备敏锐的判别力 尤其是对待交友的问题上 如果落入一些 不法人员设下的陷阱 其后果堪忧 而那些处心纪律 想要发不义之财的人 原本以为手段高明 岂知 在我们日益健全的法治社会 他们终究难逃法网 不但要为自己犯下的罪恶行径 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 还要背负良心的浅河 终其余生